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乌克兰的大反攻可以说是把俄罗斯打得措手不及 因为俄罗斯已经把所有的士兵全部投放在了前线 士兵在前线修筑攻势 挖战壕! 建要塞! 埋地雷等等! 所以现在乌克兰在自己的国土反而寸步难行 但是进入了俄罗斯之后却如入无人之境 因为俄罗斯不会在自己的领土上布雷 首先是没有埋地雷 在那里行走基本上不会遇到麻烦 第二 乌克兰有美国的卫星情报网 所以他们会遇到伏击的几率相对比较小 反而是俄罗斯遇到乌克兰伏击的比例比较高 现在出现了维典打学的现象 乌克兰首先是攻占了一个地方 然后在全部部署之后等你过来 你派援军来救援 他就专打你的援军 而且现在被推上前线的都是战斗力最强的 而赶来救援的话也是挑出最精锐的 这样子前线就会不攻而破 所以在这个信息透明的战场 大家都是互联网时代 跟以前不同 以前还可以偏一下人 现在行不通了 现在是斗科技 看谁先进 我能看到你 但是我又能不让你看到 这样我就赢了 虽然是大家都能够看到对方 但是当你看到对方的时候 对方可以干扰你的信号 这样你就输了 这一次乌克兰擅用了美军装备之余 还有高科技的配合 所以俄罗斯赶来的援军几乎都被他清除的七七八八 都是一锅端 全部干掉 现在乌克兰似乎是想在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修筑攻势 例如供应天然气给欧洲的要塞被他们占领了 他们也不打算走人 现在是八月份 天气很热 但是再过两个月入秋了 十一月份就要供暖了 到时候照样供给欧洲没问题 只是不知道乌克兰到时候会不会让欧洲把钱转到另外一个银行账户 不用给俄罗斯打款了 这样一来俄罗斯又怎么能打下去 冬天怎么过 现在乌克兰除了气势如虹之外 还有就是打仗是要打士气 当你的国家被入侵的时候 你之前的宣传就全部都成了谎言 所以现在他们只敢说乌克兰是在恐袭 不敢说入侵 如果是大规模的入侵 意思就是说你们打了败仗 本来是你在入侵人家 结果现在被人反过来入侵了 这场仗还怎么打 脸放哪歌 说时迟难时快 现在乌克兰官方呼吁 所有跟俄罗斯有领土争议的国家要动手 你们是时候要拿回你们失去的土地了 包括格鲁吉亚 他们被俄罗斯搞得不见了北奥赛提和阿布哈兹 现在是时候打回来了 而且要双倍奉还 王北打上去 拿回多一倍的领土也可以 还有就是土耳其 他跟俄罗斯做了那么长时间的世仇 现在可以趁机攻进莫斯科了 攻不进去也没关系 可以去帮一下其他人的忙 虽然土耳其跟俄罗斯没有直接的领土争议 但是也可以动动手去占领一部分的俄罗斯领土 例如卡斯诺达 他们可以跟乌克兰协商一下 不如这样吧 你打上莫斯科 我占领了卡斯诺达以东的地方 大家谈谈就可以了 瓜分俄罗斯正是其事 还有就是在远东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日本 北方四岛说拿就拿 还可以顺手拿走库叶岛 当然 库叶岛以前是属于满清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国 现在可是大好机会 是时候可以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了 有什么事情能比把现在中国的领土扩大一倍更伟大 现在只要北上 人不用太多 两万军队就可以把整个俄罗斯远东的军事地方控制 控制海参来 控制库叶岛 控制整个西伯利亚 打上北极都没有问题 连北极的航线都可以打通 那里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全都不用钱 都打上去了还给什么钱 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为什么不做 除非你不是男人 曾几何时 习近平在大声叹气 可惜苏联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倒台 说苏联更无一人是男儿 没有人出来为这个国家力挽狂澜 现在好了 给了你机会去做千古一地 有史以来最大版图的国家现在有机会出现了 为什么不派兵打上去 除非你不是男人 中国在历史上打到最北的是明城祖朱蒂 打到了外新安岭 之后就没有人试过打得那么远 现在习近平如果要打上去 即便是打到北极都不是问题 因为那里的人口很少 整个西伯利亚大部分都是通古斯族 那里以前是女真人 气丹人 鲜卑人等等 所以那里还有大量的远古民族基因 你只要打上去就可以一学两千年之尺 连当年五胡乐华的手都可以抱了 你还不是千古一地是什么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但是可惜他不是千古一地 而是千古一奸 太监的奸 面对俄爹完全不敢吭声 现在人家要亡国了 你还不去瓜分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有资格当最高领导人吗 你的良知去哪里了 你的廉耻去哪里了 中国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如果你是男人 就应该现在派兵打上去 只需要派两万城管 保证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都让你们手到哪来 如果怕人不够的话 就再派两万拆迁队过去 用你们对付老百姓的那股很近 用那些叉子来对付老毛子 这样就保证没问题 你们有那么多人 严寒天气可能会比较难搞 但是现在不是夏天吗 赶紧打过去行事了 不然到了冬天 你们肯定搞不定 其实说起这件事 中共经常说要收复台湾 但是台湾非常小 只有几万平方公里 但是在外新安岭整个东北那一块 足足有44个台湾那么大 你一次过能不止收复这44个台湾的领土 而且网上还有大量的土地 那里的土地虽然到冬天没有什么用 但是在夏天又有木材 又有石油 煤矿 还有天然气 黄金都是取之不尽 那么好的事为什么不干 只要你敢打上去 看看谁还敢说你无能 谁还敢说你是昏君 谁敢说你没本事 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共要当太监 当人家的小弟 既然是小弟那就要永远跪着 人家老大都快要完蛋了 我们等着乌克兰取代俄罗斯 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人家占领了莫斯科 当然是有这个资格去继承 当年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就这样给了俄罗斯 他凭什么 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就可以继承吗 这样那就打过去吧 大家到时候瓜分掉就可以了 把以前欠波兰的土地分给波兰 把圣彼得宝哥给分来 把俄罗斯剁开一百八十块都不是问题 到时候联合国武常就会变成中英美法务 中国将来也有可能会被剥夺掉 只是现在暂时先不管 瓜分俄罗斯要紧 而且可以占大便宜 乌克兰本来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 但是居然只用了两年时间 就被训练成了现在全世界作战能力几乎最强 所以普京大帝干别的不行 一场乌克兰战争打费了普京 打脸了川普 打残了白俄罗斯 打残了欧尔班 川普是普京可是亲兄弟 现在也无话可说了 欧尔班现在也不吭声了 所以回头看真正的事实 美国只要提供一点点装备 就可以打得俄罗斯满地找牙 亏俄罗斯还自称强国 强个屁 而中共也是一样 他比俄罗斯只有更加不堪 当然中共现在也可以趁他病要他命 直接派陆军上去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又不是打韩战 不需要盖棉被 只要穿短袖就可以打到东北了 但是大家也别说我看扁中共 我敢打包票 他肯定不敢派兵打上去 他们只敢在家里窝着被子做梦 看看能不能中五百万彩票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ia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订阅我们下期节目